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 在两年前的7月上旬 有上百名中国人权律师、助理、家属和维权人士 遭到了当局的抓捕、传唤、拘留和骚扰 两年后,仍然有律师被失踪、被关押、被软禁 709事件可以说将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的迫害 推向了一个顶峰 它也成为全球皆知的一场人权浩劫 在今年的7月9号,有多个人权团体与个人将要发起系列活动 来呼吁把7月9号这一天设立为中国人权律师节 来纪念这些律师的苦难和付出 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持续关注与支持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参与投入这次活动的嘉宾 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 曹雅璇女士 曹雅璇女士欢迎您 对不起啊,我的眼睛被那个文字给叮了 非常感谢您还愿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第二位呢,通过skype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 中国维权律师滕彪 滕律师您好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呢 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或者提出您的问题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我想首先先请教滕彪律师 滕律师您在不久前曾经也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谈到709的时候您当时就已经说了这个709应该是中国人权律师节的节日的节 而不是节难的节 当时呢就有很多的一些回响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今天要来设立709作为中国人权律师节的由来是什么 你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好,从2015年7月9号之后 这个709它成为一个标志 既标志是中共它在法治人权方面的一个巨大的倒退 对人权律师进行最大规模的一个镇压 同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的关注和声援 那所以逐渐的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要把7月9号设立为一个一个纪念日 那后来经过和国内律师和这个国际上的朋友们讨论 就决定在709两周年的时候 来举办这个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 来纪念中国人权律师他们的这个抗争 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勇气和受难 那同时也希望借这样一个人权律师节 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继续的关注和声援 因为还有像王全璋 江天勇等等 还有周世锋还在监狱里 那这个709还远没有结束 那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继续的关注和支持 是 那么腾律师在7月9号这一天 今年的7月9号 你们打算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活动方式 那么预计会有哪些团体来参与 推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呢 参与的团体包括台湾的支持中国人权律师网络 包括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包括欧洲的两家关注律师的NGO 还有美国的六家NGO 包括纽约的支持中国律师委员会 包括China Change人到中国等等 那我们在7月9号当天在华盛顿的活动 会包括图片展聚餐讨论会 包括纪录片的播放和讨论 还有全球的联系 尤其是会邀请中国的人权律师和他们的家属 参与一些联系活动 那这个活动不仅仅在华盛顿 会同时在香港 台湾和欧洲一些城市举办 好的 我们谢谢滕律师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曹亚璇女士 我知道改变中国网站 这一次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推动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对709案也多次的报道 那么也有很多希望更加了解他们的故事 到底跟我们从一个总体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维权律师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对整个中国社会 对中国的民众来讲 他们的重要性何在 那么今天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中国人权律师节 你们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特别是对这些受到709迫害的这些律师 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呢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权律师 从职业的从这个专业职业的角度来说 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他们和中国30万律师是一样的 拿着律师牌做律师这个行业是他们的工作 但是中国的那个30万的律师里面 大概只有不到一千几百个 能够算上人权律师的 所谓人权律师是什么呢 什么律师呢 就是这么一个很少数很少数的 中国的这个30万律师里面 他们愿意站出来去为人权案件代理 去法庭上抗争 在公众当中宣传 然后呢去到最后是去为争取人权 这样一个目的 比方说他们代理的有信仰案件 法轮功 基督徒 为人葬人 然后那个还有政治意见人士 还有那个新闻自由的案子 强拆 强拆 对 访民 他们代表很多的访民案件 但这个案件很难 就说凡是涉及到侵害权益的 而这种案件通常是被政府用强力的手段去阻止介入 阻止法律干预 这一块是司法里面 就人权案件涉及广义上的涉及权益的案件 是中国司法里面 可以说是最最糟糕的一块 而人权律师呢 经常因为代理他们也经受 我们知道他们挨打啊 被捕啊 酷刑啊 这些 就平常的那种喝茶啊 那这是非常非常常见 所以这个709这一次呢 我们知道2015年7月9号开始的几天内 两三天内在全国传唤 拘押 逮捕了300多以上的律师 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国家行为 国家有高度协调的一个行为 那么呢 现在两年以后我们来看 就是说 可以说是中国政府想把709 做成一个人权律师的这个灭顶之灾 那么但是到现在看来 这个目的是完全没有达到 完全没有达到 特曼谣律师 我知道你们在这个活动的 发起的声明稿当中 也提到709案 它有深远的政治 还有历史的意义 那么也有很多人担心 在中国这个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时候 中共当局可能会把709案 赶快做个了结 但是也有人担心 是否可能再发起新一波的 所谓的709抓捕 您的看法 到底709它所象征的政治意义是什么 对于未来 它有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对 中国维权律师或者人权律师 他在03年前后开始的这个维权运动当中 扮演的最活跃最重要的这个角色 那他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的 有一些组织化 街头化 街头化 政治化的趋势 那这个 这个是中国的政治形式 社会形式 就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 那这个 因为在中国很清楚 要维护人权 维护法治的话 那一定是需要挑战公权力 或者在某种程度上 要挑战这个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 所以在这个维权运动当中 这个追求法治民主 它逐渐的超越了这个 在个案当中维护人权 当然在个案当中 维护人权也是最基本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但是它有更 就是有更高的这个 就是追求 那中共就把这个维权律师群体 当做一个政治威胁 那无限的上纲上线 所以这个709 就是它的这个政治意义 包括整个人权律师的这种抗争 它的政治意义 会逐渐的凸显出来 它在促进中国的这个 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 将会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在19大之前之后 那我觉得很难会有 像709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 这么大规模的抓捕 因为几乎所有的人权律师 都受到波及 没有被抓的 也是受到警告等等 但是从过去习近平 五年的所作所为来看 他对人权律师 对其他的维权团体 对民间的抗争是不会放松的 那不断的会有律师 有维权人士 有异议人士 被抓被判刑 那在未来五年 至少五年之内 那这个我们看不到 当局有任何就是走向法治 保障人权的这样的这种迹象 那民间的抗争 也不会因为当局的这种残酷 增加而停止 好的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 把709设为中国人权律师节 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 我们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 这一位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 您好 请说 张先生您在线上了 好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 黑龙江张先生的声音 或许稍后我们再谈 张先生您好 请说 刚才谈到律师 有人说谈到习近平 我说习近平对律师 近几年你们看到 大陆对一些无期时缓 那些冤假出案 不断的去平反 我说这位律师 你要说话讲点依据 但是说律师这个行当 它是为正义而战 不能说在法庭上颠倒似非 庭外一些 要一些不明人士围攻法庭 政府不会对一些律师 轻易地让他们去坐牢 如果说他们就遵受 尊重国家法律法规 我相信党和政府 对他们一定是公平去对待的 好的 谢谢您 黑龙江张先生 我想腾标律师 能不能简单地回复一下 30秒时间 好 那他还是就是 重复政府的话 说是围攻法院 利用媒体炒作等等 那在中国这个司法环境下 这是一种必然的 因为如果不用媒体 不用公开这种真相的方式 不用一些街头抗争 围观的方式 那这些案件就完全是被黑箱操作 这些冤案永远都不会平反 像乐平案也是 这个屠夫 很多很多 包括李和平 很多很多人权律师 一波又一波的 这种关注 这种用媒体 用各种行为艺术抗争 那最后导致四个被判死刑的被告人 被释放 所以他的这个说法是不值一博的 好的 那么曹亚神女士 刚刚你也听到了黑龙江张先生的说法 那么同时我也要引述一下 在你们即将举办的7月9号的活动 新闻稿里面 你们是这样说的 我们坚信 在未来的某个7月9号 我们将在一个宪政法制 自由民主的中国 来庆祝这个不仅仅属于人权律师 也将属于全体中国律师的节日 所以从刚刚这位张先生的说法 可能有部分的中国民众 确实持有这样的看法 你认为你们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样的一个7月9号 是否有可能很快会到来呢 为什么 我想很快地回复一下张先生的话 为什么呢 我想从和滕彪做一个补充 就是你从这次审 审709律师和活动人士的方式来看 就是这个全套 一个是上电视 这个强迫认罪 我们现在知道 这些强迫认罪都是通过酷刑 通过多次的 什么威逼利用各种形式 逼他们去电视上去自污认罪 那么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司法环境里 他们真的犯了罪了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活动呢 然后其他的审判都是 不是法庭秀 就是秘密审判 所以对他们施加大量的酷刑 如果再一个 如果他们真的犯了罪了 就公开的去审理 明明白白的去执行这个司法过程 所以这个中国政府本身的 对709律师的这个处理方法 自证了它的不合法性 最后这个问题呢 第二个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多久能够看到 中国人权律师节成为中国律师节 成为中国律师节呢 我觉得中国的这几百个人权律师 他们稀有之物 他们在中国这个专制国家 代表了一种高度 那么应该说是律师界的一个精 他们是精华 那么我们也知道 在台湾 韩国这些周围的国家 这个民主转型当中 律师他是 人权律师是扮演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也许并非他们的选择 而是他们的职业所决定的 所以中国政府呢 也的确视他们为一个威胁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什么时候能够 这个转型 民主转型能够实现 中国的人权律师节 能够成为中国律师节呢 我觉得路还很长 政治过程也比较 博弈过程也比较复杂 还比较难说 但是中国人权律师的努力 这个辉煌的篇章 已经开始写了十年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 今天有关于中国人权律师节 这样的一个相关讨论呢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再次感谢滕彪律师 还有曹亚玄女士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感谢滕彪律师节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